在我们这儿 Rosa就是朋友的意思 他们都是我的Rosa 这个羊羊是很神秘的东西 它跑的时候就一跳一跳 你看 屁股上就是给你献献 鬼羊也很可爱 它的颜色就像草一样 有点带铝色那种 半腐宝宝也很可爱 它那个眼睛小的时候 感觉是太漂亮了 有点带那种铝宝石那种感觉 在我印象当中最深的 就是我们的Rosa就是这个 黑金河和我们的鲜鸟 黑金河是唯一生活在高原的河内 所以吸引我的就是它的高贵的气质 它要是全定了这个办理 它这一辈子它都是这个办理 直到就是双方都去世 今天我要去看我的一对老朋友 黑金河夫妇 前段时间他们有了货宝宝 我今天去专门给他们去拍一张全家福 大哥让一下我是本地的 有年走上这个摄影之路 我就认识了很多野生动物 从那开始就一直拍这个黑金河 今天这个黑金河看着有点不好走 诶 超级那边有一对 我看一下 我眼睛看一下 是不是啊 嗯就是 下雨咯 很可惜 这对黑金河并不是我之前关注的那一对 那对黑金河夫妇呢 我已经更配了几年了 今年之后我就拍摆了他们在浮暖的过程 和小黑金河出口的过程 谷主等了12天起早谈黑 终于看到这对黑金河夫妇把这个小火浮出来的过程了 很高兴 真的很高兴 然后就会有完整的记录这对黑金河夫妇的画面了 今天为什么这么重要呢 因为这个火爆爆要开始独立了 我想给他们拍一个全家福 因为他们随时都可能飞走到其他地方去迷失 如果要想再见到他们的话 就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了 这个地方就是这对黑金河夫妇做草的地方 今天来碰一下运气看拍得到他们不 他们在不在 浪漫九 你好你好 你下来了 你今天下来了 我今天下来我再做那个鸟类建成 浪漫九老师呢 即使我的老师也是我的朋友 他就是经常教我这一方面的知识 然后也跟我分享了一些关于沼泽石地的 这个泥潭的这些知识 这个就是那个什么 泥潭吗 这是泥潭 就是泥潭 你看到里头有啥子 跟树子的水 植物根茎腐化而形成的 然后你看它有啥子功能 续水 它强啥子 海面体样的看到吗 它可以续水 然后可以净水 就水质也会变好 那么在风水期的时候 它就把这个水存储起来 空水期的时候 就把水排出去 你站到这儿退下来 差不多十多米的范围 它都会晃 整整的这个泥潭的这个区域 是不是 所以说我们一定要保护它 我们进入保护区 有相关的这个证件 我们可以把其他人 不能看到的一些风景 湿地资源 野生动物 这些可以呈现出去 更多的是 我们在开展拍摄工作的同时 我们也在进行监督 进行巡护 保护咱们的家乡 看到了 看到了 在那个方向 他带了两个宅宅 你的老朋友 哦 他们老朋友 我今天去夏日陪伴他 那你慢点 那你慢点 我呀 我呀 呀 四人 呀 重重去步歩 啊 重重歩 哦 很好 这个位置太远了,我肯定只有骑马过去了,车子是没法了。 在一个湖边上,就看到两只黑金货。 我一般拍的黑金货都是保持在他们之间的安全距离,至少都是200米以上。 在这个范围里拍着他们,因为我也不想打扰他们。 这两只黑金货离我们很远,宝宝看不到,没办法。 当地有我那个牧民朋友,然后就骑上他的马,把相机背上,就过去了。 继续走。 在我的部下努力下,找到他们了。很高兴,他们一家人就在这个湖边上。 这次这个荷宝宝变化很大。 第一个是长大了,自己可以在湖里面游泳了。 还有就是它的羽毛颜色,以前才出来是综合色的,现在是灰色的了。 我看到这个荷妈妈和我两个荷宝在这个湖里面游泳。 就从湖中心游到了那个岸上。 就给我的感觉好像就是他是不是在教他。 就是说因为他们今年是11月份就要从这儿子来飞去走。 我感觉是不是在教他就是以后的独立生活的那种。 我看到这个画面呢,就感觉到特别特别的温馨。 拍了这么多年的黑金河呢,我感觉就是这个生态越来越好了。 不像前几年,你如果想拍到这个高原上的神奇动物的话,那还是要走很远的地方。 现在就是路边上,你要问你,你都看得到黑金河。 几只,几辈子,要到现在的两千多只。 说明我们这个若尔盖的生态呢,是越来越好了。 野生动物呢,整齐医疗也越来越多了。 我现在这个朋友钱呢,也越来越壮大了。 这个时候是我们草原最美的季节。 我想用我的镜头来给他们多拍一些,多记录一些。